今天的ET个股推价是南方航空1055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是内地加强国际航班掃乱 适逢第四季和明年初是冬春旅游旺季 有望推动航空业的复苏 航空股有望成为第四季憧憬的板块 早前内地多个航空公司表示 将会加开冬春航季国际航班 运航局透露在国际航线航班方面 客运航班比2021-2022年同期价冬春航季 外年增长超过一倍 内地三大航空股方面 国航预料较受惠于国际航线复苏 但面对美元债务风险较高 而东航盈利趋势较弱 需要在2024年才恢复盈利 相对来说偏好南航 预料盈利前景相对较稳健 内地航空公司采购飞机所承担的债务 多以美元计价 还有以美元计价的飞机租赁 和燃油采购债务 当中国航受到人民币贬值影响最大 如果人民币对美元不会贬值1% 国航的利润减少3.2万人民币 南航减少3亿 东航会减少2.8亿 营运方面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国航和南航将率先在明年转规为盈 国航2023年预料赚15亿 南航预料赚11亿 东航预料2024年才能转规为盈 南航股价昨天收到4.2号7 形态呈现收窄三角形 年仓至今主要在3.8号3至4.7推间运行 台湾 中途律 桀 感谢观看